今天带你们感受一下 卫南的新春佳饼 豆腐泡 还有石尘包子 记得多要辣子 给你们掀个盖好了 哈喽朋友们 闪现卫南 今天吃卫南早点了 先来吃赫赫有名的石尘包子 是那个大油包子 看看吃什么 还有凉粉的 两个大油 一个大肉 一个凉粉 一个葫芦 一个茄子 大咋够忙的 没有人收桌子 腾个地儿吧 来感受一下 这个长得最特别的 应该就是石尘包子了吧 只有它没有纸 给你们拌一个 它发黄 这是加了什么调料吗 它有一种 粉渣渣的糯感 然后油香 这应该是那个 醋油粒 我看说是要 淋一点辣椒 这好吃 我开始以为是很腻 但是没有 咸香 葱香 然后带点油香 来点辣子 那个油粒 给你蒸软巴了 不腻不腻不腻 然后那个 葱也蒸软了 好吃 这个味道我第一次见 然后剩下几个我就分不出来了 这个是孜然牛肉的 看到那个肉 碎碎包裹着孜然和辣椒面 看到那个肉碎碎包裹着 孜然和辣椒面 肉碎碎包裹着孜然和辣椒面 有个烤串味 有个烤串味 肉打的很脆很细 嗯 感觉这应该是凉粉的 果然 我喜欢的凉粉 我听说很多人不喜欢这个馅 但我第一次吃我真的还挺喜欢的 我确实很喜欢精壮体的东西 还就是凉粉切成块 然后跟韭菜 还有辣椒面拌的 然后这个长得比较特别的 应该是大肉吧 给你们掀个盖 盖一碗好了 再灌一点辣籽 加辣好吃 吃起来味道差不多 但是里头有这个切好的茄子丁 感觉有那个菜籽油的香味 这应该就是大肉包吧 这是什么呀 我觉得他可能给我拿错了 这个是南瓜的 还好不是胡萝卜 你做好了啊 吃起来味道 南瓜不是很甜 还有脆的 所以的哪个没给我上啊 你做好了啊 吃起来味道 南瓜不是很甜 豆腐泡 我听说这家很好吃 但是没想到这么多人 何必也有一家也超多人 来都来了 等会儿也得吃啥啊 到了一个一家一泡 然后又进入了摆磨环节 这个比西安的泡磨好摆多 姐姐这摆多大呀 大一点好 你不要太小了 好嘞 正好伸手 让手我给他送回去 哎 好嘞 您帮我看着点做 谢谢 然后回去等着就行了 这一顿操作还挺复杂 我搁这儿等20分钟了 还没吃上 一顿操作终于好了 这个豆腐还挺细嫩啊 香豆花 然后上面撒的这个是香酸酱 你把它搅一搅 也不要搅得太碎了 一口豆花一口香酸 我下面还有泡沫 我这豆花 就是跟咱平时吃的那种豆腐脑是不一样的 它就跟 比我在四川吃的要稍微硬一点点 但质感很相似 香醇酱好香 我记得每年春天都惦记那口香醇 然后这个饼是烤过的很硬 然后这个饼是烤过的很硬 特别软 就被水泡烂瓣了的感觉 拜拜 嗯 拜拜 哈哈 鲁鱼有好大哥 这早上来一套真的 很饼 很好吃 它这个辣子还是挺香的 但是啊 我感觉它还是有一些辣度的 比我之前吃的那些不辣的辣椒辣一些 这辣子跟乡村就合二为一的感觉 好多人好局促 一个人来真的会手忙脚乱 干什么没有办法 通哥还没有起床 泡到最后的饼就非常软了 就你硬嘴嚼不了下就可以一样 就老的吃了 就老的吃了 那些香汉 这样一泡一家是 嗯 十一块钱 很满足 行呐 今天就到这儿了 朋友们 拜拜 下期见